明星们表面上光鲜亮丽,但是实际上背后的心酸无人知晓,特别是有些明星因为没有一直红下去,又没有遗迹之掌,想要好好生存下去就更艰难了,近期给大家带来的便是晚年凄凉的陈银杰的故事。 陈银杰是客家女孩,19岁那年,她到台中万象俱乐不去玩,无意中登台客串一曲,没料到被星探发现,就此踏上歌坛。 嗓音至纯优美的陈银杰,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,因此赢得大眼妹,大眼睛姑娘的美誉,当年和平,张美军等导演都曾找她拍片,但她一直认为自己身高不够高,站在银挺俱南旁边画面落差甚大,担心影迷不捧场,只想专注在歌唱方面。 从1973年踏入歌坛至今,陈银杰陆续贯了八十多张国,台语唱片,大红大紫的作品不计其数,当年出道时便凭借一首《天涯找爱人》,大卖三十多万张专辑,惊人的成就让她得到歌坛大姐大的美誉。 其实一开始陈银杰在歌坛发展也不是那么尽何人意。 1975年陈银杰经歌厅推荐成为海山唱片的歌星,以一曲《春风》打响了知名度。 在当时,陈银杰是炙手可热的艺人,唱片,秀场争着抢她。 但是这些盛名并没有带给她多少快乐,相反的,她长期被负着情债留给她的钱债。 面对一次次打击的陈银杰坦承,自己并不是各样样都看得开的人,一度失望痛苦,直到唱了这首由娃娃填词的《海海人生》,她才找到生命的出路。 《海海人生》,由港新张国荣普驱,没想到日后她自己却因为承受不了人世间的苦痛而弃手生命。 对张国荣的离世,个性倔强的陈银杰表示无法理解与认同。 有一次,秀场艺人联合抵制杨燕,陈银杰倒无所谓,照样与杨燕交谈,结果仍获了许多大牌艺人,最后连她也被牵连。 陈银杰一气之下跑到南部登台,避开这段纷扰。 之后陈银杰的《风飞沙》,《海海人生》到《破浪人生》,都给歌迷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1953年10月15日出生的陈银杰2023年69岁,过去也是众人追捧的对象,与老公李春鹤结婚26年,感情甜蜜让人羡慕不已,不过晚年生活不佳,近年难过财观,平音债务纠纷闹上新闻版面。 媒体表示陈银杰老公李春鹤的财产遭法拍,申请债权人一位好友邱胡,2021年11月11日二拍总价1392万元流标,专家表示,该案限制为公庙,属于特殊型物件,拍价为行情价,加上银行不放贷,标托不易。 根据法院记录,陈银杰曾因向老友邱胡借款,后因还不出钱被送办,除了债务状况混乱以外,身体一度中风亮起红灯,演绎收入大幅锐减,加上在外积欠债务,可能因此连累李春鹤名下的凤辉堂遭法拍。 邻居说,凤辉堂早年都是助李春鹤的包凶,这几年过世后,偶尔可见李春鹤出入。 另有邻居透露,陈银杰债务状况非常混乱,连附近街坊都曾借贷给他数百万元,过去还有黑衣人来公庙喷漆过,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陈银杰出入。 该公庙为30多年老透天,得平23平,房屋58平,2021年10月第一拍总价1741万元,11月2拍1392万元接流标收场,附近知情人士表示,1000多万透天不算贵,但因为是公庙,听说屋主也不想处理,很多人来看,但没人敢标。 小林法拍资深经理张鸿银分析,该案底价符合市价行情,没有特别低廉,但营地商务为公庙使用,银行几乎不会放贷,除非价格够低便宜,至少要三拍后才会吸引投资者进场。 而陈银杰并不是第一次爆出丑闻了,在2020年2月陈银杰因基欠秋信有人280万新台币借款,一审法院依照,教唆伪造有价证券罪,判刑3年2月,二审改判无罪。 陈银杰与其有借贷往来,2013年10月间,陈银杰已要到厦门开展演艺事业未有,向有人借款200万新台币,后来追加为280万新台币,但有人未确保债权,要求陈银杰找人担保。 陈银杰就开了到期日为2014年2月21日的本票给他,但他要求陈银杰需找人背书,陈银杰便回家与姐姐陈乃家商量,决定有姐姐在本票上伪签妹妹陈玉昕的名字。 陈玉昕事后提出民事诉讼,要求确认该张本票的债权不存在,全案才因此爆发。 陈乃家自首伪造本票,至于陈银杰也被依照教唆伪造本票的伪造文书罪提起公诉。 一审法院审理时,陈银杰否认犯罪,法院仍认定有罪,将陈银杰重判有期徒刑三年二月。 至于陈乃家因为认罪,桃园地院一审将他判刑一年七月,缓刑三年。 陈银杰的部分上诉第二审,高等法院审理期间,陈银杰仍不认罪,在庭上与有人针锋相对。 但他在2022年初被传中锋,案件也停止审理一段期间。 直到2023年初案件再度开庭时,审判长城小沛看到陈银杰中锋,说也是可怜,更说有罪要坐牢,很惨哪。 全案于2020年2月12日宣判,高院认为陈银杰并无伪造本票的犯益,因此逆转改判无罪。 但最高法院撤销,8回更省。 高院更易审经改判陈银杰一年8月徒刑,缓刑4年,6个月内需给付友人30万元。 除了经济方面的问题,陈银杰在身体方面也亮起红灯。 2019年10月刚满66岁的陈银杰,生日时许愿,希望我和身边的家人都能顺利,健康。 因为在2019年1月的时候,有一天陈银杰睡醒后找姐姐说话,却说得含糊不清,姐姐惊觉不对劲,吓得问她,你在说时吗? 但当天陈银杰有早已敲定的表演行程,她只好硬着头皮到场,无法开口唱歌的她,只能频频向主办单位和观众致歉。 还好主办方老板对她很好,没有要她赔违约金。 陈银杰上台时,吃力地向观众道歉,一旁的贺一航除了帮她解释,还好照观众合唱陈银杰原先要表演的曲目,让她相当感动,并表示,贺一航真的很帮忙,那天还好有她在。 我们原本还约好下次再合作,可惜没有下次了。 也表达了对贺一航离世的可惜。 演出结束后,陈银杰的老公李春贺立刻陪她到医院检查,确诊是脖子后方的血管堵塞导致小中风。 她急着询问医生会不会影响唱歌。 幸好及早发现,当下医生为她施打干细胞,并叮咛她只要好好保养,复健,几个月就会康复了。 复健期间,陈银杰已改常年熬夜的习惯,十点就睡觉,还另外补充Q10等保健食品,帮助协议流通。 此外,夫妻俩还会到庙宇白白,顺便走一走当做运动。 万幸这一切都有她的丈夫陪伴在身边,说起陈银杰的婚姻。 是在她34岁那年,经廖俊介绍而认识了真命天子李春赫,两人相恋十年后,在1996年结婚,如今两人感情依旧十分甜蜜。 李春赫是陈银杰的忠实歌迷,在她最骆驼的时候伸出援手,继而与她结尾连礼。 先生对她十分呵护,让走过情感大浪的陈银杰,深身体会到平淡,温馨就是幸福。 其实陈银杰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,特别还遇到了攀剑这个人生劫难。 1986年10月7日在台中连美歌厅发生的惊恐场面,让陈银杰永生难忘。 那天,两名来者不善的黑道弟兄闯进歌厅,指明要找陈银杰还钱。 受到惊吓的陈银杰不知如何处理,打电话向有人求救。 这其实和陈银杰的一段感情有关,陈银杰在23岁那年结识了同位歌手的攀剑,两人随即陷入了热恋, 但殊不知对方已有一位未婚妻,女方的母亲并不赞成这段恋情,陈银杰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自己的爱情。 1984年,攀剑成为中式签约歌星,而陈银杰则为华式签约歌星, 攀剑却跑到华式为陈银杰站台演唱,而遭到中式警告。 每个人都会犯错,爱上攀剑,是我一生最大的错。 陈银杰回忆过网无限感慨地说,对于攀剑指称当年的债务并不如他对外表示的那么多, 陈银杰不愿辩解,他只记得当时初为了债务问题, 全家陷入愁云惨物,每天应付讨债的电话,他和妈妈,姐姐,妹妹抱头痛哭, 索性一切都熬过来了。 如今陈银杰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, 而且还多有丑闻,和当时那个歌坛大姐大的身份相去甚远, 这也让很多粉丝感到唏嘘不已, 希望未来陈银杰可以安度晚年,远离纷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